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实话吗 我觉得我搭得太好了 因为我以前就老出问题 但是我觉得一边搭那个 因为我感觉为什么那么顺利呢 就突然间感觉感受到就是 哎呦是不是老了 就是因为时间过了那么久老了 就是这些事情会变简单 清楚了一点点 所以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有顺序 有就做得比较顺 其实我是那种性格就是平常 不会怎么表达我的 我的一些心里话 我这方面很差 所以我其实有很不像我 我真的我要写一封信给他们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人生真的 遇到的人真的很多 但是呢 能给你一点 一点点也可以 但是给你改变的一些人 真的真的就那么几个 但是黄老师 何老师 对我的人生来说真的 改变我了太多 怎么怎么对人 怎么 怎么跟人交流 有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如果没有黄老师何老师 我就不会是现在的我 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 然后呢我想跟观众说一声 就真的很很道歉 因为太想让观众开心 太想让观众笑 所以我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然后那时候就压力太多了 就没办法继续 但是我现在通过这次 跟黄老师黄老师一起 就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 不用每一秒 每一瞬间都 都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可以多做自己 这样我觉得就可以 可以做得很久很久